我们今天讲这个李翠家行 今天应该讲护生家行 收这个十八度 收这个四家行 先做三日 看个表 先做三日 李翠家行 接着做三日 护生家行 所以李翠家行先行 李翠家行就是念九条石像 《观音经》 即是《普门品》 《大师的圣号》 上一次我们讲了就是李翠家行 我们要知道收这个佛法 佛法其实没有很多东西 佛法你说复杂又不是很复杂 你说简单也不是简单 佛法分开大小乘 大小乘佛法 北外乎是禅静墨三样东西 这个是禅中 这个是静墨 禅静墨三样东西 你可以是禅墨静的 因为这个中庭人修 禅墨静 由他的时间来修 因为是禅墨静 禅中分开两个都是空官 这个是空官 空官呢 大乘和小乘 这个是小乘 小乘和大乘 小乘用色空官 分识认为空官 分识认为空官 大乘用体空官 体空官 空官 两个都是空的 两个禅中就是空的了 就是禅中 如果你小乘用色空官 分识那些事物 认为是空的 第一 小乘是承认所有的东西都是实有的 所有的都是实有的 这个呢 这个广察啊 这些生河大地呢 是实有的 不过他没有独立性 没有不变性 没有永恒性 没有主宰性 所以说叫做无我 小乘也叫做无我 没有独立性 没有主宰性 没有不变性 那叫做无我 所以他要离开所有的物质去修行 所以他日中一食树 一宿三衣一步 就是全然离开世间的东西 不能够碰到世间的东西 那他修了出来呢 他就是识空官 所作以泵 横以北流后有 他去了五城区天道 直到不入世的 不入世 修行的时候已经不入世了 已经是 已经去了日中一食树 一宿三衣一步 出家修行 这个是正统的小乘的东西 所以小乘是一个色空官 大乘是体空官 大乘是认为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变出来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意念 整出来的 其实我们很容易的 体空官 我们这个世界分开 分开这个当体色空 就是我们分开三个 一个是《物质世界》 107种元素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元素 不知道是哪个读化学 说现在有多少种元素 不知道有多少种 我读的时候有97种 现在是107种 早那轮看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种 110多种都不明白 因为越来越多元素 这个金银和射那些是元素来的 这个灵界就用62种粒子 62种粒子其实是61种 61种粒子 这些都是模型的 模型的粒子 第62种是希格斯粒子 这个是物质粒子 所以这个不等于62种粒子 是等于61种粒子 61种粒子是模型的 像我们的电波 所以灵界的那些物质 是比较少一点的 所以它可以穿墙过壁 又可以有些电波 好像这些风铬 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62种粒子 这个佛的世界就是元素 小的能量体 所以这几种 这个世界所有的世界 物质世界是107种元素素成的 我们的心起心动念 起为世界就正为虚空 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 就有这个世界了 起心动念的时候有这个世界 这个灵界也是起心动念 有它要变出来的东西 我们这个物质世界 因为我们自从希格斯粒子出现之后 这些物质自己会整合 自己会演进 演化 变化 所以它好像是墨质世界 有它自己走 不是一样东西都我们变出来 你不能说生俄大地 就是我们变出来 现在我们住的生俄大地 不是我们变出来的 因为一早变出来的时候 慢慢会增长 会演变 会成 所以这个墨质世界 就不是我们变出来的 但是灵界完全是我们变出来的 天宫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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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我们变出来的 心变出来的 一变完之后它就可以走的 墨质世界变完之后它不可以走 那就累积下来的 就是我们慢慢地用这个 累积的世界下来 所以这个灵界正式就是我们想要什么 就变什么了 鬼神做什么 他想要什么就变什么 天宫变天宫变地獄 这样就变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佛的世界 原学书 很小的能量体 我们叫做数码 数码是小的 数码很多的 数码是101010 早到无限的世界都是1010 所以全部的东西都是空的 当体即空 这个大乘就是当体即空 因为墨质世界是我们的心 107种元素变出来的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元素 我们是继续生户内 不是我们变出来 但是你可以变走它 你可以变走它 你可以解散它 你可以解散它 有能力的时候 你有特殊技能 可以解散一些东西 可以解散它 所以仍然是我们变出来的 所以普通人没有 就不可以解散了 但是有特殊技能 那些人就可以解散了 将东西变走 或者将东西变出来 突然间变出来 突然间变去 那些严生啊 张宝胜啊 那些知而此类的那些 那些从中出友啊 那些东西呢 那些东西呢 是我们 我们这个没有的 所以我们 我只能够做到一样的 就是那些蛇蜊 蛇蜊 那我去南武堂的时候呢 我一早就学习墨钟 那拿到墨钟的蛇蜊塔 那墨钟的蛇蜊塔呢 那这个下面有个东西的 那这个是摆蛇蜊塔 这个上高有个 有个一红红的蛇蜊塔顶 那拿到南武堂的时候呢 那那一路念 一路念这个蛇蜊咒 那一的碧蛇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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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其实呢 就是 不是咒来的 这个是巴黎文 的蛇蜊 蛇蜊 蛇蜊 那我们当成蛇蜊 那天天这样念 念的时候呢 念了六年 六年 因为我这里住了六年 温南武堂 三年呢 就读书啦 三年呢 就教书 那要走了 我师傅叫我回来了 这个回来香港 那我就要拆开蛇蜊塔 拆开蛇蜊塔 要搬 要搬 首先去到维利法斯道 学东麦斯 学这个修业道 他是修业道的 不动自然是修业道的 那拆的时候呢 那看到蛇蜊 生了很多出来 那蛇蜊下面呢 一块一块一块 黏在那儿 一块一块 那蛇蜊塔 还在那儿 有些呢 就倒吊在上高 黏住在那儿 要拿給別人的時候要叫 去到華麗花師那裡有人要叫給他 說要拿的東西叫出來 那個野日花 拿了本來賣茶葉的 給他上市公司 所以拿了我的福寶 所以這些就能了 所以這個唯一能夠證明 有默則世界的東西可以生的 我們就是能夠做到這些 那你必知如何變 如何生出來 從空出油 這些就難了 這些是特殊技能 特殊技能都不是難的 經常見到的 上一次李寧來的時候 李寧來Excelcian 我們去探望他 我送了蜜蜜給他 送了玉給我 然後那個居士說 哎呀他又想要 那就叫他出門口 接著那個居士站了一會兒 念佛念了一會兒 心口發熱 你看看是什麼東西來的 摸一下是個佛像來的 這樣給他 給他酒店門口 站在酒店門口 就是他可以隔空給他 不是這樣交給他 就是演戲 所以都很厲害了 有一次張穎 張穎 張穎 又是公司來的 在台灣就出事了 說他做假的東西 其實他的東西不是假的 他就可以治病的 他跟我治療病 有一個信眾說 我又想治病 我要腰凍 接著張穎 叫工人倒水出來 在葡萄會那裡 那個六樓 倒水出來 接著他就約一約 叫個居士就跪在那裡 你念阿彌陀佛 你念一下 整間屋都問到當歸妙 接著看看 你看看是什麼東西來的 那個杯底有一塊黃色的東西 這塊就是藥來的 喝了就沒事了 那就是 嗚一嗚就嗚橫居 喝了下去 明天問一下居士 究竟喝了下去 好不好 他就沒有啊 沒什麼事 沒什麼事 好像喝滾水一樣 其實這個張穎 因為他做得太多 他不是跟宇宙裏面去整合那個藥 而是他家裡 他在遼寧 在遼寧那邊 東北那邊放一號藥 二號藥 三號藥 他要醫什麼人呢 就要靠他判斷 要一號藥 要二號藥 那當然是不好 只是醫生而已 不過他不直接 直接開放給你 他是去拿出來的 這句是搬運 這句叫做搬運 他可以做到 至少都能夠搬運 至少他的功力都厲害 可以在東北拿些藥過來 就夠厲害了 所以可以搬運 但是最先的時候他不是搬運的 人家的幹部 高級幹部 即是未出名的時候 拼命用念力 即是宇宙裏面集合藥 即是你的病是什麼 那他官那個病 然後官什麼藥 最適合他 就出現那種藥 這樣就會治得好 但是你現在一號藥 二號藥 出了名之後 你就治不了了 治不了了 在台灣被人控告 在台灣也控告不了 人家人 沒騙你 但是人家很辛苦 一號藥 要在遼寧拿來的 不過就不是說 每個都可以這樣而已 不是每個病都可以而已 所以這個世界 仍然有很多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所以這個世界 看空空 當體即空 是我們變出來的 起為世界 正為虛空 那這些變出來的東西 要大的能量 大的能量去動 這些我們叫做神通 或者你叫做特殊技能 現在的生命叫做特殊技能 特殊技能呢 還說是神通來的 即是神通 那要什麼才能有神通呢 一禪二禪就可以了 能夠入到定 入到一禪二禪就可以了 但是不能夠經常做的 經常做的 他很累的 所以要回去休息 所以那些小孩特別容易有的 我們看過影片 有長髮絲給我們看的 有些小孩 田夫人 美國田大使夫人 訪問北京 特殊技能學校 叫小孩出來表演 她說不行啊 你那些人傷風感冒 不行啊 很辛苦的 因為表演完之後 她會頭痛的 她是很辛苦的 表演完之後 她說不行 不行啊 田大使夫人 要看啊 你勉強啊 你這樣 好了好了 撕一塊樹葉 撕一塊樹葉 搓壞她 搓壞她 搓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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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跟著就說 現在整好她了 這樣一會唸唸 搓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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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頭沒有轉的 小孩的特殊技能 就是人可以拆散一些東西 也都可以組合一些東西的 根本就是 所以這個世界其實是我們變成了 不過我們現在 物質世界那一部分呢 我們好像現成一樣 我們買回來啊 做什麼啊 其實我們是有權去撕散她 也有權組合的 不過我們沒有用到這種力量呢 我們沒有用到這種力量 所以呢 如果你有鑫定力的時候呢 這樣就可以改了 不過你說 只是這樣卸壞 她都會生了 所以這個是很難解釋的 從母裏面出幼 所以呢 這個卸壞 功德力 我師傅問了 問了觸摩法師 新加坡 拿了四顆蛇來 上飛機就很開心啊 看一下 咦 百顆啊 明天回到來 很累啊 明天早上一看 十一顆啊 厲害啊 福報大嘛 到她那裏就做什麼聲聲 然後聖叫法師問她 問我師傅拿了兩顆 拜了一年 生了兩顆出來 她在旁邊生了兩顆出來 所以很厲害啊 因為上一次呢 台灣就出現過有一個居士 有一對居士 有一對居士呢 是夫婦來的 她不知道是凌波車還是什麼 去西藏 請到金馬那邊 請到兩顆蛇利 嘩 噗噗聲 生了二千多顆啊 那一陣子就有很多蛇利出來 即是給你結緣了 即是給你賣蛇利塔 結緣啊 籌錢啊 那她 噗噗聲 她又不知道啊 她突然間那個蛇利 噗一聲 噗 然後漲到滿了 二千多顆 幾顆蛇利啊 所以呢 這個 這個是能搞的 不過現在 我們已經見不到蛇利了 我們還有很多個蛇利 但是 但是現在已經見不到了 上一次我們去尼泊爾的時候呢 去尼泊爾有個加葉佛的洞的 在北方 尼泊爾北方 我們去加葉佛的生洞那裡 因為這個6月15日就是加葉佛的佛誕 那凌波車就會在那裡做法會的 做完法會之後呢 它的塔就會掉很多蛇利出來的 掃完之後呢 凌波車頭頭來 我們學動物的時候呢 每個凌波車來都有蛇利給的 就是一包七顆 七顆蛇利的 每個給七顆 它是很多的 所以它就抄了很多蛇利出來 我們這次問它呢 它說呢 沒有 蛇利不生了 現在 這十年 八年是沒有生 即是這幾年是沒有生的 所以現在外面是沒有蛇利的 就是凌波車都沒有得給的 大家都沒有 大家都沒有 人的葉 葉沒有蛇利就沒有蛇利了 以前那些蛇利就是再生的了 所以我們生出來的蛇利一樣是蛇利的 大顆的 蛇利的 所以這一個呢 就是 所以現在沒有了 現在還生的葉 我們雖然還有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們現在就 我們以前呢 凌波車有很多蛇利給的 那現在沒有了 現在全世界都沒有了 然後呢 有些是真假的 有些就是 那些蠢・・・ 吞吞啞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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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んです 人的煩惱很重 第一 學法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年輕人學法 我們十幾二十歲 二十歲學法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煩惱 沒有那麼多業障 沒有那麼多煩惱 煩惱是一樣有 但是沒有那麼多業障 沒有那麼多病 沒有那麼多等錢花的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 學生等等 適合收這個小城的 小城的電房路坐下來清清淨淨 閒落營 閒修營 你就去收一下 閒修 閒修營 收一下 當然啦 小城就是小城 不過你由小城入手而已 其實前面的功夫是一樣的 前面的功夫是五庭深宮是一樣的 多灯眾生不靜觀 多灯眾生慈悲觀 多慈眾生因緣觀 多慈眾生解分別觀 多慎眾生熟悉觀 這個前方便是一樣的 怎樣坐呀 白骨定呀 薯悉觀呀 這些觀呢 大小城都是一樣的 前面那一節 車魔多要先止 止了然後才的觀 要先止然後才的觀 止那一節呢 五庭深觀呢 是大家一樣的 即是沒有分別的 即是沒有分別的 那觀呢 就有分別了 所以這個大城呢 一個小子觀 小子觀叫陸廟法門 叫北定子觀 北定子觀 北定子觀 那當你坐到這個車魔多的境界之後呢 那如果是小城呢 就觀四面柱 四面柱 那大城呢 大城呢 就觀這個空架中山觀 這個天台嘛 空架中山觀 所以這個寺是最重要的 寺分四個階段 即是照智者大師來說 這個寺息觀 寺息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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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在這裡 數由一數到十 再由十數到一 如是者呢 數到十分鐘不亂的呢 叫做粗心住 粗心住 那麼數到半個小時不亂呢 叫做細心住 如果數到有時候不見了自己的身體 有時候不見了外景 這個是欲戒定 欲戒定 那麼一坐下去呢 心興安和心興安 整個心都放下了 那麼身體又很舒服了 坐多久 腳都不累的 坐下去呢 整個人好像融化一樣 那麼這個叫做心興安和心興安 這個時候呢 這個叫做色戒未到地地 色戒未到地地 即是未到初時 色戒未到地地 那麼這個呢 就是紫了 這個就是紫的境界 所以未曾得止之前呢 要坐到他一路得止 你坐下去呢 坐下去呢 這個由細心住 粗心住 那一路呢 到這個身心都產生興康 坐多久都可以 坐好似整個人的融化一樣 一坐就一撒馬就過了 所以定裡面呢 有兩種的 有些是有東西 有些是沒有東西 射利福問這個佛 究竟是定 究竟是有東西還是沒有東西 佛說有東西也是定 沒有東西也是定 因為你坐下去呢 一會一撒馬 過了整個小時 這樣也是定 你裡面很多東西呢 見到很多境界呢 也都是定 這個就是紫的境界 紫多之後呢 如果你小城呢 就收四面處 公生不正 公秀師父 公生無常 公法無惡 大城呢 就收這個北施以境 北施以境呢 北施以境呢 就是北施以境呢 至聖假立層之 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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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別假立層師 啊 這個叫四層師 啊 這個叫四層師 啊 這個叫四層師 就正四如實至 也就是十住 十行 十回向之後呢 就收四層師 正四如實至呢 那就登初地 啊 所以呢 這個叫四家行 這個叫大城的四家行 小城的四家行呢 就是戀頂隱蔚世帝一法 公生四面處的時候呢 有戀頂隱蔚世帝一法 就是收完之後呢 就跳去初果 那麼大城呢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那麼明層師 士層師 自性假立層師 分別假立層師 差別假立層師 那麼跳去初地 所以呢 我們這個這個脈中叫四家行呢 其實我們是經常都收這個的 我們是阿字北生 智倫觀阿字北生 巴字尼元雪 南爾尼曾教 又坑字李陰葉 這個傾字不可得 所以呢 名字呢 就是巴字了 這個士呢 火大了 這個智性呢 就是假立了 所以這個差別呢 就是傾了 所以呢 我們官 所有東西不生不滅 為什麼它有 有東西呢 因為我們言書不可得 我們有個概念在這裡 它的概念呢 就是有默則了 陳教不可得 也叫做默則了 有默則之後呢 它就有默則的自性了 變成了一個粉察出來 這個粉察又繩住壞胸了 其實這個粉察呢 是沒有自性的 是變出來哪叫自性呢 但是我們假設它有自性 所以呢 自性假立 這個呢 到最後呢 都會變回空的 所以差別假立 大家都沒有差別的 紙筆和粉察 大家都變出來 到最後都是空的 所以沒有分別的 所以我們經常都官吟過 所以我們呢 這個默宗的四家行呢 是真正的四家行 其實我們是收緊這件事的 我們呢 做這麼多事情 我們十八度沒有了 但是胎藏界 金剛界 和胡摩 我們都要收持輪功 持輪功集為四家行 就是這個明層師 視層師 自性假立層師 差別假立層師 就是這一個東西了 所以呢 你說 哎呀 默宗沒有什麼 你只是供養 你喜歡收供養那一段 但是叫你坐那一段 你不斷 哎呀 稍後就過了 那當然不行了 但是如果你說 我專身收這個的 那你快快吹吹做完 供養那一段 你這個坐久一點呢 你可以正到的 可以正到的 可以正到這個 由十轉十運十回鄉 之後可以正初地的 可以正初地的 所以這個默宗呢 一樣是說這個 所以它是四家行 四家行呢 其實我們那個就是真正的四家行 就是其他的四家行 都不是四家行 小城那些四家行 暖頂隱慧 世帝一伐那個 當然是四家行 這個總相念 別相念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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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城的四家行 就是暖 暖 走聲是暖 收刑五庭三公之後呢 就收這個 四念處 公生不淨 公秀是苦 公生無常 公法無我 這個 收這個 這個 暖頂 頂 這樣就要來 好像暖暖地了 那麼頂 頂呢 這個 這個 暖頂隱 世帝一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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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四個階段 暖頂隱 世帝一伐 總念 總相念 就是這個 別相念 最先呢 逐個逐個 四念處 公生不正 公秀是苦 公生無常 公法無我 逐個逐個公 跟著呢 頂的時候呢 就合在一起公 合在一起公的時候呢 公公 合在一起公 公仁的時候呢 就轉公四聖帝 四帝十六行相 這個四帝十六行相 這個 這個 上隱的時候呢 公公八帝三十二行相 就是 下界又有四帝十六行相 上界 即是色界無色界 又有四帝十六行相 加上呢 叫做八帝三十二相 那麼 做得後 宿宅官上的範圍 宿短官上的時間 那麼 做得後 公到無 無常 無我 有四帝十六行相 這個四帝十六行相呢 每四聖帝呢 都由四方面去公 虎 虎 無常無我 雜 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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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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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短功賞的時間 變成世帝一法 建道十六心 十六撒冷 轉八十八品的建畫 跟著正初果 由初果到四果 轉八十一品的詩畫 這個就是小城正阿羅漢了 所以這個叫四家行 戀頂隱蔚 世帝一法 這個叫四家行 我們這個二輪官 明尋師 時尋師 自性假立尋師 差別假立尋師 大城的四家行 就是由這個十字 十輪 十輪鄉 跳到初避的時候要收這個家行 就是收這個空官 收這個空官 所以我們現在收這個二輪官 其實就是四家行來的 就是明尋師 時尋師 自性假立尋師 所以是可以正道的 不是說我脈中 只是求福報而已 其實不是的 是可以正道的 就是收這個 我們講過這個阿治官 阿治官普通人 普通人日本仔 叫你放大縮小 放大縮小 其實放大縮小就不夠了 如果你在阿治官裏面 公治輪 公治輪官 阿治官能夠入到定的時候 你的公治輪官是可以正道的 或者是可以正道的 日本仔也不提正道的那樣東西 因為他沒有講正道的嘛 他只是講說地成就的 所以他的自輪官都是這樣賴過去 就是沒有特別怎麼樣去強調 那個自輪官的重要性 那個法案是這樣 所以日本仔對這個動物來說 未必會學完的 因為他的文字上面有障礙 尤其是現在的日本人 他都不學中文的 他哪邊研究到這麼多東西出來 所以這個入中 所以我們最先學佛的人 比如說你家裡有些小孩子 或者是中學生、小學生 或者是大學生也好 他沒有障礙的 身體也沒有障礙 小孩子怎麼會有病呢 沒有病的 這個也不會沒有錢花 沒有錢就問你拿 媽媽給錢 這個他也不用去賺錢 你教他收墨鐘 哇 收藥師佛可以醫病 收打一天可以有錢 他都不要我啊 叫他求生淨土 他更加淘汰你 都未曾出來 求生淨土 做事都未曾做 還要結婚 還要生兒子 還要買樓 還要買車 你叫他求生淨土 他真是淘汰你 所以他不會接受的 就是他不會接受 他只是收得小成的 只是收得小成 最多他由小成變回到大成 體空官了 不用識空官 他變成體空官 變成體空官 這個四聖體就是識空官 這個 這個負責滅度就是分析 分析那個東西 這個就是識空官 他不用負責滅度的識空官 用體空官已經變成體空官了 就是體空官 所有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心變出來的 這個 唯心所言 這個 這個 所有 整個世界都是唯心所言 起為世界 成為虛空 雖然墨測的世界好像我們不能動它 但是其實 你有能力的時候 一樣可以動它 所以 起為世界 成為虛空 那墨忠呢 墨忠就是 終極了 年紀大的時候 就要做事啦 做事身體有病啦 那你當然要收藥私佛啦 這個 這個 沒有錢的 當然要收大一天啦 就算有錢 都不如意哦 要收準題啦 所以呢 我們下一次就供準題頂啦 如果你完全不收墨忠的 我不想收墨忠 收這麼複雜做什麼 收這麼多做什麼 我又不是想做上司 我又不是想同人供頂 我又不是想想同人做護摩 我只是收準題就行了 就是 準題法呢 就是 就是這個 包含所有的墨忠的法 因為是識增懷之嘛 準題五步修法 準題 準題呢 本身就是佛來的 釋迦牟尼佛 本身就是釋迦牟尼佛 準題呢 就是菩薩來的 驗菩薩就是準題 驗佛就是釋迦牟尼佛 驗憤怒相呢 就是乌斯摩明昂 就是位積金剛 驗這個天人相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驗摩天 驗摩天 驗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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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能陀佛不能陀 所以呢 我們 我們修準題呢 我們以前念 哦 祂里祂里祂中施 娑婆阿 只是修準題而已 你不知道準題是釋迦牟尼佛的 雖然啟手規 蘇督 就是臀面 定了七鬼子 龍樹菩薩 講了之後你照念 其實你不知道準題就是釋迦牟尼佛來的 因為沒有眾生的願嘛 所以呢 每一個菩薩呢 都要五步的 所以準題本身就是釋迦牟尼佛 所以入管人修準題呢 旁邊有個準題的法本 他念釋迦牟尼佛 念烏斯摩明王 念夜摩天 即是收了這四個 他收了這四個 那麼我們呢 我們就加上那個能陀佛能陀 因為能陀佛能陀是有錢的嘛 那為什麼加上能陀佛能陀呢 因為他下面那個蓮花是能陀佛能陀的嘛 他的使者 擁護那個使者呢 就是能陀佛能陀 所以呢 這個佛呢 是智聖倫生 倫生就是釋迦牟尼佛 正法倫生就是準題 這個呢 脅磨生呢 這個教令倫生呢 就是烏斯摩明王 就是位積金剛 這個粉露商就是位積金剛 這個脅磨生呢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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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脅磨生呢 脅磨生呢 就是天步的生 做事的生呢 就是炎磨天 炎磨天呢 就是管閻羅王的 炎磨天是管幽靚的嘛 其實管閻羅王的嘛 就是閻羅王 閻羅王的楚光王 秦楚王的那些 都是閻羅天管的 所以呢 念準題呢 會長壽就是這樣解的 香港啊 二師夫也有 念四十九次 念了九十幾歲 這個現在枉了生了 九十幾歲 每個念準題都長命的 龍樹菩薩念準題念到六百幾歲 所以他念準題 龍樹菩薩 念啟哲悲蘇俗大義仇面頂 執居止我 念兩大準償慧願不悲悲罪加護 這個是龍樹菩薩的 還有一個 準題公則罪 直定心上罪 一切諸大難 無能心自仁 這個 遇此如意 諸定惡無等等 這個 龍樹菩薩的另外一手計 這個 兩手計 可以長命的 準題可以長命 這個 揭和生 我加下去 這個 等流生 等流生就是最小的生 可以打一天 就是等流生了 等流生就是 南陀伯南陀 因為明朝那一句寡是兩條龍托著準題的 那就是南陀伯南陀來的 南陀伯南陀就是龍來的 龍是有錢的 龍工有補 所以這個就是給錢來的 還有你收準題收得好呢 有耳報神的 南陀伯南陀做耳報神 就是他的馬仔來的 就是有老闆 當然有馬仔 所以你整個系統都齊了 準題都齊了 所以準題呢 如果你不收別的 你只收準題的 基本上只收準題的 簡單啦 收了五部 那就更加厲害了 日本仔都沒有收南陀伯南陀 我們收了 中國呢 只收準題 念準題 日本就收了 釋迦牟尼伯 收埋烏斯摩明王 收埋燕摩天 我說收埋能陀伯 龍陀 那五個齊了 等流生都齊了 所以這個釋迦牟尼伯 自性輪生 準題 正法輪生 烏斯摩明王 救靈輪生 這個憤怒生 這個燕摩天 揭磨生 天生 這個能陀伯 龍陀 等流生 五個生 所以準題 五步修法 你收這五步修法 什麼都有齊了 為什麼呢 有錢 等流生 能陀伯 能陀給錢給你 收這個會長命 燕摩天會長命 這個烏斯摩明王 衛積金剛 會替你釋災 替你洪復一些怨敵 這個準題 本身就是滿忠心的怨 它是觀音 準題 觀音 滿忠心的怨 這個佛可以成佛 準題可以成佛 準題佛母 在這個騙之院裏面 只有兩個佛母 其實沒有多少個佛母 只有兩個佛母 一個準題佛母 一個佛眼佛母 佛眼佛母 就是乘生一切的佛 所以佛眼佛母 裏面還有一個準題佛母 準題佛母 就是準題可以成佛的意思 就是收準題 這個佛講《六字大明咒經》的時候 有七驅子 即是七千萬個佛 從地上涌出 我們都是念準題咒成佛的 所以準題佛母 準題可以成佛的 其他那些都不是佛母 你說孔雀佛母 什麼專性佛母 那些西藏人叫 西藏人叫 女眾叫佛母 所以不是佛母 只是一個準題佛母 佛眼佛母 接著就準題佛母 這個真正可以成佛的 念準題 所以如果你說什麼都不收 我只收準題 那都是一個辦法 不過你說 如果你說我共有空 我都要收一下 收一下 第一 我就算是做護摩 或者我收法 收這一個 或者可以幫人 幫自己 幫人都不定 誰知道什麼時候有什麼事 我不知道 那當然要學好一點 可能有時間 又不用錢 你說要很多錢的 像日本那樣 我幾百萬去學的 我真的學了幾百萬 港幣 不是日元的 我只是花了很多錢 因為要報紙譚 你們不用 我已經弄了 那你不是要用錢學的 不用那麼多錢學的 那你說你都要有時間 你就去收 或者收得到 不是一定收得到 但是可能收得到 或者退休之後 在門口上釘個牌 什麼車 什麼政社可以做護摩都不定 人家收一萬 你就收一千 或者收五百 收二百都可以的 那你就可以幫人的 所以呢 這個就說要做四加行 就是我們要做四加行 那有時間就做四加行 其實四加行是很難學的 因為為什麼呢 剛剛前天有個夏威夷來的 他說看到網站 我很喜歡 想來學 我說怎麼學 怎麼學 我會叫你上網上下載 叫你上網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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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不知道 他想來學 怎麼學 怎麼學 那他就說夏威夷 夏威夷那裡 他本來是跟一個墨中的師傅的 日本人 有一間大的廟 給我看 廟很大 那他就說 那個日本人什麼都不教 他就說 哎呀 這個日本師傅是巨足界的 什麼巨足界 我說每個出街人都是巨足界 他說不是的 全日本現在二百個出街人裡面 只有三個巨足界的 那其他那些是什麼呢 五屆出街 受五屆的 那些出街人 受五屆 就是有些出街人是受巨足界的 就是二百五十條界 像我們那樣的巨足界 但是呢 二百個裡面只有三個 三個受巨足界 他說那個是巨足的 巨足界的 巨足什麼呢 就是巨足 個個都巨足的 他說不是 日本裡面呢 二百個出街人只有三個受巨足界 就是個個都有 都是 不過 我想不止三個的 有些是離了婚 有些是未結婚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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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多的 就是找不到對象 又不能結婚 又是又不見到 不過因為他沒有受巨足界 就算他不結婚 就離婚 他沒有受巨足界 他都不是出家來的 他都不是出家嘛 所以日本不是出家的 出家小 但是他那裡有四家行 我見到我授課的時候 我學習的時候 見到夏威夷有一些四家行 英文法本 他說不是 那裡沒有 他不肯教 第一 他不需要錢 因為他探望日本人 日本人根本就不會走去想去做四家行 日本的信眾不會做四家行 做四家行 除非你想將它當作職業 因為要學這些四家行 要專門收學院 收你二百萬學費 日本都是十幾萬一個月 二百萬就是整年的人工去學這件事 除非你有用 你家裡有廟 豐家廟是你自己的 或者你想去廟那裡做事 去發展這件事 你才會去學 多數學的都是自己的廟 做子孫廟 或者你真的想去入這一行 想去出家 想去做這件事 就是以出家作為職業 這樣才會去做四家行的 普通就是不做四家行的 那麼不做四家行的 我們來中國 東土的時候 第一 如果我們只是教普通的 習慣教你練準題習慣教你練什麽 那都可以的 但是始終都是未學到究竟的嘛 始終有些東西未學到嘛 始終有些東西未學到呢 是不能夠整個法的 所以這個法要弘揚出去呢 一定要想辦法存到四家行 即是做到四家行才會有的 現在個個都 個個都講四家行 你說你沒有四家行 你說我們沒有四家行 你要沒有人來的 沒有人來的 當然沒有人來的 沒四家行做 誰來的 你說沒有了四家行 你說誰來的 所以個個都有四家 他們日本都是五屆出家 你們都是五屆 所以沒有分別的 即是沒有說出家人才能做的 他都不是出家人 他都做的 不過他是整個職業 你不要以為他有什麽 但是他是整個職業 所以他穿出家人衣服 重情有可緣 在白糖裏面他搭醫都可以 搭九條醫 測條醫 還沒有問題 因為他整個出家嘛 他整個變了出家嘛 雖然他的戒是不聚足而已 他不是聚足 他也有老婆有子女 但是他一樣照搭袋衣服 因為他整個認出來 他有佛堂 有其他 他認出來的這個道具而已 這衣服是道具而已 所以呢 這個是日本開了 因為這個明治衛生的時候 風神秀吉 風神秀吉的墓 風神秀吉的墓都在澳之縣 風神秀吉跟我們很有姓緣的 我說去日本 河四嘉行 我說慘了 這次要墨業 我們沒有墨業的 那怎麼算好呢 我去到澳之縣 求宏伯大師 宏伯大師 你給我找些墨業回去種吧 因為全日本都沒有墨業的 他沒有的 赤蟲最後 第二次去他就給了幾顆種子 你回去種吧 我都種了幾百棵了 你看是多少 整個赤蟲只有四棵墨業 數來數去只有四棵 不過他一棵很大的 整棵樹這麼高 因為種了幾百年 九二幾年 那個赤蟲 千幾年了 那個赤蟲有千幾年了 種了四棵 我去求雲伯大師 給我一些墨業 最後去求求 看到封神秀吉的墨戶 封神秀吉是戶持這個墨中的 當然有了 因為看看 哇 種了兩棵 在一個棵墨的前面 種了兩棵很大棵的 因為幾百年嘛 那個棵墨 因為你明治維生了三百多年 至少三四百年 三四百年兩棵樹都不是很高的 所以好像那些樹仔那樣高的 都不是很高的 只是不像榕樹那樣大棵 這個是樹仔來的 兩棵樹仔很高的 旁邊那裡有很多物業 即是有一些 更中有一些 都不是容易找的 看看地上那裡 有些剛剛生出來 幾百葉的 撕回來種了 種了很多 現在變得有物業用了 所以這個封神秀吉 因為她說我們日本人少啊 為什麼打仗不夠人打 出街人要結崩啦 然後天氣冷了 你可以喝波夜湯啦 喝酒啦 營養不夠 吃肉啦 老婆 子女怎麼住 我說就帶在廟裡面住 然後第二年呢 這個1975年說廟裡面呢 那些人啊 那些廟的眷屬啊 可以住廟 住在廟裡面 那七六年呢 就拿出條法例 廟裡面的眷屬啊 不用剃頭啦 你們可以留長頭髮啦 所以現在我們去日本的時候呢 你見青蟲那個 肥肥地 不要說什麼啦 她在這裡 她煮飯那個呢 就是她老婆來的 就是她老公做柯舌尼 那她當然是煮飯啦 煮飯 控制了那些經濟 我說煮飯都很難的 有時一來就來三百人 三百人 三百 三百個人來住哦 她是三中第一嘛 最大可以住三百個人 三百個人吃飯 哇 這樣就慘了 將那些東西 屏風推開了 然後呢 又擺三百碟東西 它不是三百碟哦 一盤裡面有很多隻碟 哇 擺擺擺 他們由早上擺到晚上都擺不完 擺完之後 吃完之後還要收哦 收完之後還要洗哦 還要收起來哦 很多事情要做 除了說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呢 雖然她是在家人 但是她可以穿袈衣 勉強可以穿 因為她有這樣的姻緣 還有她的確是在廟裡的 她穿袈衣呢 反而是情有可原 但是如果你說 我又想去日本啊 又去日本得道 接著又授戒 授完戒 接著又做四家人 跟著又搭袈衣 還做法事 那跟我一起那個 給你看過這個東西的 有個叫做姓唐的唐人員 死了才說呢 是桐園人 桐園人呢 她是跟我一起的 都很好的 因為我去准提院找她的嘛 她是准提院的 和她一起去學這個 就是灌完頂之後呢 一起去學這個教授補給 那學教授 教授師 口教授師 那她今天一起考 考完之後呢 她又回去 回到台灣 因為准提院就沒有錢了 所以她就要搭袈衣去和人做佛事了 收錢做佛事 收不到半年呢 拜拜 半年就玩完了 日本就行 香港 台灣就不行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不是整個出家嘛 你說 你說 那你就行 如果你說 好像榮永 自己有間廟 或者有個白堂 她都勉強 勉強可以做到 但是你日後有東西做 日後就穿著迷你裙子 晚上就穿袈衣 人家一看 都不舒服了 所以看你是否整個人去 所以我們傳到來中國的時候呢 我們都做四家行 一定要做的 但是呢 我們就將它分開的 出家人 和在家人 出家人呢 就在家人 貫穩許家行 出家人就貫穿法貫頂 允許貫頂 和貫穿法貫頂 分了兩個貫頂 在家人呢 就有穿衣 但是她穿方便衣 但是沒有袈衫的 出家人呢 就穿袈衫 那你變了不會撈亂了 互發神就不會 你覺得你的警衣 真是方便衣 自己的嘛 你怎麼做都可以 這些警衣 這個呢 這個呢 就變了我們就可以了 那麼 只有我們一個人 弄這件事出來 現在沒有的 每個人都沒有的 因為穿日本衣 穿日本衣 你要做四家行 買一套四萬元 買一套那些四萬日元 買一套那些又有袈衫 又有成的 你搭了下去 你真的很舒服 搭了下去 我想不知怎麽樣的 所以我們呢 發明了那些袁架沙 還有發明了兩個家行 所以出家再加 貫穩許家行 變成了行法阿瑟尼 出家就是傳法阿瑟尼 這樣的時候呢 變成大家都有些分別的嘛 那不會說什麽 當然 這個行法阿瑟尼 都可以變成傳法阿瑟尼的 最後老婆又死了 什麽都沒有了 自己一個人一支公 想來都不會結婚的 因為你做傳法阿瑟尼的 無所謂的 你喜歡做或者是不會結婚就行了 不會去做的德官 你就做傳法阿瑟尼的 你死一心一意要弘法的 就做傳法阿瑟尼的 沒有關係的 但是呢 你現在的時候呢 暫時呢 你還未學教授 人家會學教授的時候呢 那你想著不結婚 想著又出不了家 又 家裏又不可以出 所以呢 我們出到家是因為家裏不在香港 出了家才告訴他們 哈哈哈哈 出了家才告訴他們 出了家 出了家才告訴他們 出了家才告訴他們 所以這個難 所以墨忠呢 就是墨忠呢 是這個 是這個 中年 就是這個事業的 要事業的 雖然可以有正道 但是要事業的 比如說有病呀 收藥施佛呀 這個有病 收藥施佛呀 有滿眾生願 修準題 沒有錢 修打一天 要賺錢 修打一天 事業成就 這就是修默衷了 就是中間那一節 年輕時修這個前衷 到中間那一節修默衷 到老的時候就要修淨土了 那時候難道是即生成佛的嗎 真的 即生成佛的功用意 當然是修淨土 最後衝刺 最後衝刺 你不衝去淨土 你衝什麼 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淨土 淨土最穩定的 淨土往生並不是這麼遠 並不是在書裡面 所以往生是不是這麼難的 即是我們鄉光呢 我們鄉光呢 我們鄉光呢 有三個比央尼 這個大師傅 儀師傅 和曾儒師 這個大師傅 儀師傅 曾儒師都是修淨土的 比央尼當然是修淨土的 還有一個八十幾歲 大師傅就往生了 大師傅叫他平時念佛 念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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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打佛七的時候 他就很危險了 一點鐘就抬他出來 然後斷了 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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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八個鐘頭 練八個鐘頭 他們是念佛的 我做光明爭言的嘛 我練八個鐘頭的光明爭言 他們念佛就是我觀八個鐘頭的光明爭言 最後他真的潑心了 頭頂發熱 他的宅女在打電腦說 哎呀 去到淨土了 那真是去到的 還有一個曾儒師呢 曾儒師呢 就是他最終八十幾歲了 陳九十歲 纖維肺 不懂呼吸 要揹著氧氣機的 我們想想都沒辦法照顧 誰有空跟他24小時看著氧氣機 這個送他去廟法子安老院 他們有護理安老院 有人跟他看著氧氣機 或者待會兒制停了 這樣就殺死他 沒意思了 他就去那裡 念不念幾 去探他的時候 什麼都不能做的了 現在你揹著他 又不能去家 又什麼 你只是念佛的 沒事做 你只是念佛的 真是念佛 念到突然間有一天 他說我要回香港 那些人就覺得很危險 送他去醫院 醫院說我要回香港 當然要回香港 又危險了 我們跟他助念 結果又是頭頂八頁 又是往生淨土 因為他有個養氣機 所以呢 這個大師傅 這個義師傅 就沒有往生淨土 這個是最強力的 這個呢 我一定要生淨土 我一定要生淨土 我說大師傅 義師傅 不行的 你感恩的心去不了 為什麼去不了呢 因為生淨土 不是你要去就去的 淨土是第二個界別來的 靈界來的 就是你當它是靈界 當它是第二個界來的 那你要去靈界呢 是要定的 要入定才去的 所以告訴你呢 《彌陀經》裡面告訴你 若一日若二日 一心不亂 你至少念到一心不亂 一心不亂就是定來的 你只要去靈界 我要去靈界 我一定要去 已經出了定了 所以你太緊張你就出定了 你太激動了 所以你要有無之間 你要念到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整個心是事一心嘛 念到阿彌陀佛 很容易的 你聽收音機 聽五回念佛 我就聽五回念佛 聽五回念佛 聽得多的時候 有個聲音就在心裡面出現 出現的時候 你一靜下來 那個聲音就流出來 好像開心機那樣 那個聲音就流出來 所以做什麼事 都是那把聲音在那裡 那這個就定了 這個叫做事一心 這個是事一心 還有你一心 你一心 我就是佛佛 就是我 這個是你一心 事一心 你一心 你要念到事一心 最少要事一心才去到 所以你要放下 你不可以 只是我要去靈島 我要去靈島 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去 那就去不了 出道一定了 所以呢 去靈島的人呢 我們是很簡單的 我們說 叫我們去靈島 我們就去吧 不讓我們去 那就無謂爭了 要去就去吧 要來接就來接 不來接就不來接 那為什麼沒所謂呢 要在生 要做些事的啊 我們這個呢 天天放紅衣 現在落到地獄的時候 這麼多冥觀 受過那些恩惠的 遊樂都差少幾下了 都會給個好一點 就算地獄都很享受的吧 都會有些風吹 這樣都會好一點啦 如果孟一上到天上面 天天供天啊 天上面全部是朋友來的 都不用找人了 自然會幫你了 如果人呢 我們現在講經說法 又沒有得罪人 只是做好心而已 沒有做壞事 又沒有摸人東西 又沒有騙人東西 那下一次呢 就算我下一輩子沒有運吃 你說吳仔法師沒有運吃 那你們都會 你們有都會給一些啦 所以不用怕的 就是不用怕的 你做好這三樣東西就不用怕了 你供天 放紅衣 加上你做好人呢 那你下一輩子 去靖島當然是最好 去休息一下 你多好 你喝水洗澡 多好呢 這麼多水 所以呢 冬年好了 佛要來接就接了 那佛認為你都還沒得了 你在這幫忙 世界納納亂 那你去了怎麼搞啊 哪個導眾生 哪個雪霸 哪個導眾生 你都是在那裡捱一下 那就先捱著了 沒所謂 你說要去就去啦 不去就去啦 一切聽佛的吩咐 所以呢 這個沒有去 去就當然要去啦 去就當然想去啦 去不去到呢 這個佛的意思 不是我們的意思 那你盡你的能力去念 那將心放低 那你就有機會去淨土啦 那這樣才能夠 能夠去到 因為它是定來的嘛 你出了定了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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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怎麼說 共樂都不來的 騙我的 那是死的方法 你還死得了 所以不行的 你這麼久都不來的 為什麼這麼久都不來的 大師 二師傅就叫我 為什麼這麼久都不來 為什麼這麼久都不來 我很緊張 我不知道 為什麼這麼緊張 這麼久都不來 所以呢 求得最多就是他 去不了就是他 所以這個 這個呢 所以呢 這個是定來的 所以呢 老了之後就修淨土 所以呢 這個佛法呢 是形容的 所以呢 在這個禪宗裏面 有佛宗和淨土修 因為禪宗你都要念佛的 念佛是誰 九次有佛聖 九次沒有佛聖 這個聖音法師就叫你食渣念佛咯 講音法師就念佛咯 我叫你念佛咯 那他可以念佛的 開宴都可以念佛的 所以呢 他也都可以修墨宗了 有寧言咒 前宗就是早晚過寧言咒 十小咒他都念的 所以呢 墨宗也都可以修淨 你自倫觀就修淨了 你修這個光明爭言 你就靜土了 你一樣包含在裡面 那寧老宗 你一樣可以念觀音菩薩 念俊台菩薩 一樣的 所以這三個東西 其實是一個整體來的 不過看你當時需要什麼 我要發達 當然要修墨宗了 我要去淨土 當然要修淨土了 我往生了 什麼都不做 當然要往生 當然要修淨土了 我現在要正道 當然要修淨宗了 你要供得好的 當然要多些時間 所以看你哪個時間 適合修什麼 你就要多些用力在那裡 這樣而已 不是說我一修死墨宗 我就是墨宗 我修淨土 我就是淨土 修淨宗 我就是淨宗 而是佛法是一個整體的 其實淨淨墨是整個佛法的內容 你不可以強調我是修墨宗 我是修淨土 唸拔一聲狼狼三年 這樣又不行 這個淨土又說 有時有淨土 猶如大國府 有時沒有淨土 十有九錯路 你又怎知道別人十有九錯路呢 所以陰景若現前便以隨他去 你隨他去都未隨他去 所以不要理別人 你要理自己 所以現在宏法那些人 哎呀我是修淨土的 我是修什麼的 李嘉誠現在就是搞禪修 為什麼搞禪修呢 他應該念佛才是的 因為他快要黃西 八十多歲 不是黑心 但是他為什麼要修淨土呢 因為他叫了淨空找個動魂 他在讀書 當然是修淨土 修淨修 李嘉誠不會修淨修 為什麼 他這麼有空跟你修淨修 賺錢的 所以他不會跟你修淨修 但是他是立刻念佛的 不過他不是找到什麼人 你就做什麼了 所以修淨修也好 接引崩學生也好 這個墨修也好 淨土也好 所以大家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我們呢 我們是三個一起修的 我們看那個時候需要什麼 需要錢 需要健康 我多收一些墨修 需要幫別人 我多收一些墨修 我需要往生的 我多收一些淨土 我需要去憤怒的 需要快要正到的 我就收淨修 所以這個 看看你是用什麼的 所以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其實是包含了這個佛法 袁永派包含了所有的佛法 這個是整個佛法 整個佛法是一起修的 是沒有得到的 我喜歡修淨土 我喜歡修 修復宗 我喜歡修 修什麼 其實這個是修佛法 你是修佛法 法法是這三個內容 這三個內容 你修墨修 你一樣是禪宗 你修治官 你就變成了禪宗 你修治官 你就變成了禪宗 打坐官 你就變成了禪宗 就變成了禪宗 那你修光明爭言 不是去正土 是去什麼 不是修光明爭言 是吧 修準題 當然是墨修 這五步都齊的準題 所以我們這個佛法原來沒有幾多東西 所以我們學這個動物 其實不是很多法修 所以我們每個道場都是這樣的 日本不同 日本一個道場分開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金公公子 他的佈局就知道了 金公公子他主定是約師佛 因為為什麼呢 他是國家廟 就是皇帝遇刺的 所以當然是約師佛 就是燒災燃壽 他根據有四個點 一個點就是準題點 一個就是愛染冥王 因為愛染冥王是信眾的源 他立了個鐘當然是想要信眾 這個愛染 修愛染 一個點就是北洞 一個點就是孔雀明王 孔雀明王是約師的 醫病的 所以一個四個點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香港的時候 我們也有四個點 很簡單 我們一個本身 我們在大點的時候 我們就修光明真言 就是光明真言 一個胎藏界 一個金剛界 一天胎藏一個金剛 主點修這個 當然要護摩 我們做65種護摩 還有一個約師點 因為要身體健康 當然要約師 所以修約師 所以修約師點 修約師的時候 又好啊 修約師 修到現在沒有看醫生 我從歸醫之後就沒有看醫生 四十年都沒有看醫生 不過我是醫生 我懂得調理 調理這樣做 那樣做 不過平時很少病的 鬆胸感冒也很少 這個也要調理的 我們吃很多的 吃很多的營養劑 吃了那些兩輪脂 那些脂兒子類的那些東西 那些這樣的東西 不過好過吃藥 好過吃藥 所以這個約師 所以我們的約師特別大 約師法 我們還有准提檢滿中心的縣 這個一樣 跟這個金剛公子一樣 跟著還有打天 因為有錢 我不要錢你們都要錢 所以這個打天 打天 打天沒贏 這個打天 這四個 還有一個 愛染 愛染在裡面 就是內壇的 愛染 所以一樣的 我有約師法 約師法 嚴命深尊為孔雀明王 准提典 Monsieur奄迫 他還有五個 五個 五個 本尊我全都齊了 他主甸是約師法 他跟著 這個 這個 愛染 我有 這個 這個 藥師 這個 這個 這個准提典 還有一個 恐雀明王 恐雀明王 這個嚴命三尊 恐雀明王 還有一個准提 外染、北洞 我們都全部都有了 做戶網就北洞 所以其實是沒有多少東西收 我們收幾樣東西 收來收去 收來收這個東西 無論你是什麼寺廟都好 報告都沒有怎麼變的了 不過日本是很聰明的 日本是一個人收一磚的 所以你不會在一個地方 他就變成這樣分雲了 什麼郭東三十六道牆 八十八寧牆 每個一個本尊 變成全都分雲了 你要拜這個外染就來這間廟 你要拜肥乃爺家天就來這間廟 你的臂沙門丁有一間廟 變成全都分散了 變成全都要信眾 那個人是專修的 你去拜什麼就去觀音就拜這個 要這個 要這個公音就拜那個 變成全都分散了 但是那個問題 祖師就想得到 全都分散了當然好 但是問題就是 沒有一個人認識所有法 個個都一樣東西 個個都得一樣東西 那你就得那樣東西 那當然是專科是那樣東西 他做什麼都是做這樣東西的 因為他要靈嘛 當然要做一件事 一門深入嘛 但是你們一門深入就沒有個適色 很簡單的 那你要學完就要走那麼多個道場去學 他們就變了花很多錢 學完就要去一個道場一更年 那不知道他怎麼想 好像想到去好像很聰明 其實好像又沒有一個人都學了 那你說 那你一門深入就好 人就不會一門深入 你學一下就自然想捐來捐去 想學別的東西 那變成你不捐的時候 變成你就浪費了 那你就打麻雀了 不捐 不捐就做別的東西了 變成你的時間是用了的 但是你說我現在只是一門深入 我只是念阿彌陀佛四個字夠了 七個字都不念 我只是念四個字而已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那你有空呢 有空無事 我夠了 念一天 念一千還不夠 那當然要做別的東西了 上網了 所以你不是一門深入了 你不是24小時 如果你24小時都拿著那四個字 不用念多久 三年了 三年就行了 這個太陽老法師那些人全部三年的 出了家之後 只要念阿彌陀佛 有些是立法 有些是造法 有些是什麽 你只是一天念到一刻 你說你肯念的 我給你一間屋子住 我就困著你 不死就不開門的 你在裡面念 念足三年就包你了 很厲害 你哪個廢死關的 天天開個洞底的飯給你吃 念足你三年呢 胡瓜有三摸一功德的 胡瓜有三摸一功德的 你說誰 我現在開始 明天開始念閉死關 又說撞墨有了 閉死關門 開個門口給你吃 那些東西不用我提的 不用我送東西給你吃的嘛 那些工人會送的 他會開個門口給你吃的 他會給你吃的 他會給你吃的 你不要出來 那你總而知呢 不往生就不出來 那你肯定可以 所以看你會恆心的 其實沒有恆心的 個個都沒有的 整整整整別的東西 所以呢 這個佛法就是假的 我們現在呢 這個我們做四加行 所以這個四加行呢 要做的 那麼四加行呢 第一個就是李翠嘉行 第二個就是護生嘉行 這個李翠嘉行呢 我們上一次說過了 其實李翠嘉行就不是說李翠的 李翠嘉行呢 就是說還沒做李翠之前 凡是你是家行 就是還沒做那樣東西之前 李翠經之前呢 你就要做九條赤像 以及觀音經 以及大師寶號 最重要這三個了 那麼大師慶祝抗禾 這個呢 就做這個了 那麼跟著呢 就做護生嘉行 這個李翠嘉行呢 就是九條赤像 九條赤像呢 就是增加你的信心 你做九條赤像的時候呢 他們說是否需要赤像呢 那麼我告訴你呢 在家人拿什麼赤像呢 沒有什麼赤像 赤像是你要來搖的嘛 要來搖呢 做護摩的時候 紮紮紮紮紮的 你一直搖的嘛 所以呢 因為人家穿了袈裟嘛 拿了赤像 還有一些原因 拿一條赤像去搖 赤像呢 就是有兩個作用的 第一呢 就是黑食的時候呢 去到那個施主門口 叮叮叮叮 我來了 就是拿東西出來給牠吃 第二呢 就是要來打狗的 你來打狗 印度也有很多狗的 你知道有沒有石像嗎 不過你拿著 拿著這條石像 那些狗還弄得你厲害了 你拿著攻擊武器 所以不知道他怎麼想啊 所以知道 那條石像是要來這樣用的 日本的石像是小小的 我們有一些大的 這些就是大的石像 這支是長的 那些都是日本的 這個是掃把病來的 不過日本都是這樣的 太長就拿不過來 坐飛機都拿不到 這個呢 這個鐵鐵鐵鐵的頭也是這麼小的 那就搖了 這個是日本的東西來的 這個不是老闆的 所以它很大聲的 所以 哦 這些很貴的 這個五千多的 有些幾萬也有的 它精英越好就越貴了 所以呢 要來搖 那麼 出家人就搖 再家人搖來幹什麼呢 沒有意思的 就是搖兩搖而已 那裡一陣 兩陣 三陣 那裡沒有意思啊 所以呢 沒有啊 不用一定要找個石像 所以九條石像呢 那裡有叫你一陣 二陣 三陣 那最多是搖幾搖的 那搖幾搖你做完這個 這個理睇加行之後呢 你就不用做了 那條石像就沒有用了 就放在那裡做裝飾 所以呢 你搖的話當然是最好的 不要也都沒有所謂的 你搖也都沒有所謂 那你拿著來搖 搖幾搖也都沒有所謂 我們也有在那裡 石像也都便宜了 百多元一支而已 沒有什麼 那是多少東西 那塊銅 所以呢 所以這個觀音經呢 就是普門品 你是拿一本普門品念 好過念那本註音的 要註入門的 所以日本呢 事底就是他念經 什麼都駐過日盟在那裡念日盟 所以呢 這個事底 所以聽我口試的時候呢 他說 你念心經 我們觀知在菩薩行三波 耶波羅麗多時 他說念日盟念日盟 我說沒有理由的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當然是念中盟 我的信眾全部都是中盟的 那你怎麼能夠念日盟 沒有人懂得聽 我說是是是是 哎呀 那是呀 那是呀 那你無端化事 你又將他駐了為日盟 我們要跟你學日盟 那有些人真的 傻傻的那個 姓徐那個 跟我一起的 李居民那個 一起考試的 出來念日盟 我就去念 握握握握握握 所以現在他連駐音的中盟都不懂 所以日本呢 是很多東西呢 是學了過去呢 他以為他保存得很好 其實他是不了解的 因為日本的民族性呢 和我們的民族性 始終都是有些差別 所以日本呢 好處呢 它全部都是唐朝 唐朝的東西 你看到一些廟 現在我們去到東寺 東寺是雯法大師 照青龍寺的格局 一起建的 照觸它 一個點一個塔 全部照觸了青龍寺的格局 就是西安的青龍寺 現在青龍寺已經變了 做秘事來的 以前唐朝的青龍寺的格局 起的 所以你現在不見了 就是不知道唐朝是怎樣 但是你去日本的東寺就知道了 所以呢 是唐朝的 這衣服呢 是唐朝的 我們穿大家衣的積感 那些是唐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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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和韓國呢 說 那些中華文化呢 在他們裏 難止你看 我們的衣服 我們的建築物 是唐朝的 韓國就說 我們這些是明朝的 我們那些呢 我們那些是清朝的 穿旗帽 我們是清朝的 所以呢 我們撈到戀山 所以呢 他們是保存到那些舊的東西 保存到那些舊的東西 但是他的心是不行的 就是沒有學到那個心回去 因為佔國那時候 很多人走到日本 就是打仗 坐船 過去就是 那些韓國那些更壞 哇 那些韓國文啊 他以前是用中文的嘛 你戴翔金那時候 都沒有用中文的嘛 現在左條右條 我都不知道那些韓國人 怎麼學的 哇 一看下去 一堆東西 不知道怎麼記 都沒得記 因為他又一個東西 在上一個月下 完全沒有了 所以日本還好些 日本那些中文還保持 不過不懂讀 讀音不同 但是還保持 所以日本現在的京都 是旅遊熱點 是大陸人的旅遊熱點 因為你去到京都的時候 看到那些東西全部是中文的 所以不懂讀 日本不知道你什麼 但是你是中文的嘛 至少你什麼街 什麼美 什麼邑 你至少你都知道 猜到它的字 至少它全部都是中文 只要華為又是中文 什麼的都是中文 所以但是他讀音不同 但是韓國都變了 還說是明朝 三是明朝的 沒錯 古是明朝的 太古是明朝的 但是它又不是什麼 所以呢 我們中國人 學習中國的東西 所以呢 這個墨中 是中國的 應該在中國那裡 八陽光大 就不在日本那裡 現在已經省了 為什麼呢 第一 它不懂 不懂中文 它已經吃虧了 所以它快要不懂全法灌頂 找我去灌 為什麼呢 都沒有得灌的 那些全部都是計 全法灌頂那些全部都是計 一手手計 它不能譯做日文 譯做日文都讀不到 找不到意思出來的 你譯做之後 聽到都不知道意思是什麼 那你一手手計 你不讀那個中文字出來 那就註音 拼了音你又不知道它為什麼 那怎麼辦呢 就算你那個灌給人那個 學得很厲害 你被灌的都不懂 不知道灌什麼 好像我們去灌的 我也不知道它灌到什麼 那個問題呢 我看那個法本 我就知道它做什麼 如果不看那個法本 我就不知道它做什麼 但是它的法本是中文的 它的法本是中文的 一個日文字都沒有 只知道就是日文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它日本呢 大件事 所以現在 弄了這麼久 它都不敢罵我 為什麼呢 弄了它在網上 我說有試過 日本人寫日文來罵我們 當然不知道做什麼 那些意見 我說我管得它 我不懂得看 所以現在都免得 因為的確是你們中國的東西 你們中國雲的時候 那是方便一些 他們又不知道你是什麼 或者大家修行的人 我怎麼知道你收到什麼 成都 我們就懶得做 所以呢 的確是中國是運得好 所以我們現在發明這個 這個網上歸衣 網上全街 還有給一個連結 你 好過你逐個教 如果我教你四家行 要教多久 教幾年 都教不完 你給一個錄影帶給你看 你看十次 三十次 三十次 五十次 認識了吧 所以 時代不同了 你一定會學到的 而且全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 每個人都看那個影帶 學出來的 每個人都一樣 不會說 師傅又記得 講這個 講完之後又講第二個 講完之後又講第二個 又說怎麼讀 一會兒又怎麼讀 至少都一樣 錯一齊錯 對一齊對 都沒有所謂的 對錯都沒有所謂的 因為你修是個心來的 不是那個 那個陰也都不是那個手勢 所以呢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日本 影片給你看 所以呢 這個網上歸 網上售街 這個是要敢學的 根本就是時代要敢學的 為什麼呢 你要離齊這麼多根本沒有可能 在日本來說 他起碼要九十天 就是他學這個四家行 專修學院要學九十天 就是九十天裡面又講 又成這樣 只學四家行的 九十天裡面 再加上一些唱頌 那些學九十天的了 那他就慢慢講 慢慢講 講完之後 不想寫筆記 不想拍照 就是在古代的 不想寫 不想玩公仔 不想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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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錄音 不想拍電影 所以他有很多規矩 現在都是的 現在很多地方 都不想錄音 不想拍movie 不想成 那我去到那個 跟那個口試觀學 他就給我錄音 他就給我錄音 錄音呢 錄音呢 現在都 現在都 他都開始給錄音 他現在給錄音 不過我不知道是不是 叫我外國人 日本人 他又嚴重一點 日本很麻煩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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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做李翠家行 那我們呢 跟著呢 就做護身家行 李翠家行 剛才講到啦 那麼 護身家行 就是初夜 初夜 就是這個呢 開始家行的時候呢 就要這一個 就要 就要開白 和結緣的 這個李翠家行 和護身家行 都沒有開白文的 即是沒有 沒有 那你蜜蜜 心裏面 蜜蜜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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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我今天開始家行 因為他沒有 十八度呢 就有家行的文 家行的文 現在開始做十八度 那他有一段文字的 結緣 也都有結緣的 那現在這個護身家行 和李翠家行呢 就是沒有的 李翠家行和護身家行沒有的 李翠家行和護身家行呢 只是忠遠留有的 其他沒有做的 其他沒有做的 那你家行呢 現在呢 變了六個家行 本來有八個家行的嘛 一個呢 就是這個允許家行 一個是全法家行 允許家行呢 就是 灌這個行法灌頂的時候 允許的時候 要做允許家行 那麼一個 全法灌頂的時候 要做家行 所以八個家行 那麼這個 這個允許灌頂 全法灌頂呢 都是做金剛界的 做二十一藤金剛界 去做 那當然啦 那就不夠時間了 我們當然沒有 一定要做二十一藤 不過你說 你做完四家行 沒事做就做金剛界 那等到 灌這個 魂花灌頂 或者灌草花灌頂 允許灌頂 或者是全法灌頂的時候呢 就是有這兩個家行 允許家行 和這個 這個 全法家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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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固頂的 所以呢 加上呢 就是八個家行 那麼其他派呢 就沒有李翠家行 和胡生家行 李翠家行 和胡生家行 是這個中永流特有的 生意沒有的 生意那些 那些沒有的 只有我們有的 那麼 為什麼要做李翠家行呢 就是 上一次已經講過了 你不懂李翠經的道理 你根本就不能夠收蜜忠 為什麼不能夠收蜜忠呢 因為蜜忠很多東西是事相來的 現在我們講 這個禪忠是空的 我們經常都用東西都空 那些人呢 那些人學完之後 什麼東西都是空的 什麼東西都放下 你不放下 你要求錢啊 求財啊 哎呀公司賄 哈哈 沒有財啊怎麼行呢 你不要錢 你家裡也要錢 你老婆也要錢 你女兒也要錢 沒有錢 沒有錢就文文不行啊 所以呢 你不要錢的 你會說哎呀 那你每天都求財 每天都求什麼 求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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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的嘛 所以你要知道呢 有李翠的道理 任勞思 即是戒定威 這個禪忠講的呢 其實呢 我們講呢 這一個 這個 玉足愛盟 四個根本的憤怒 就是我們四字來的 所以呢 這些呢 我們有時呢 是有時相的東西呢 這些我們是不會否定時相的東西 不會否定世間的成就 就是有世間和出世間的成就 所以我們是追求呢 不只是追求的空性 這些學佛的人呢 就以為呢 只是要追求的 要放下的 要你放下的 但是我們呢 學墨中呢 就不放下的 不放下行不行呢 我們呢 我們當然不放下啦 那如果你是在家人 那些家裡還有老婆子女 還要賺錢 你不要放下了 不用賺錢 你日中一食 一宿三一一故 你肯的 你老婆也不肯的 所以呢 不行的喔 所以呢 適當地放下 就是盡人事安天命 你不要拼命啊 又不要拼命去求 你求不到就不要求 求總是知道 你做足你的事 那就等發達 等他來而已 如果他不來的 那你都沒有辦法 這個都是盡人事安天命 第一個業慾其中 所以呢 這個呢 盡人事安天命 那又不要強求 又不要不做 又不要去說我們要空的 什麼都不要啊 修正到的 什麼都空啊 你不要共貪啊 那些福報的事情 我說不究竟的 你怎麼叫究竟呢 我說所以呢 我們呢 這個究竟呢 就是盡人事安天命 所以呢 我們這個 不否定世間的成就 不需要一些 一些世間的一些 醫病啊 這個消業啊 消業式復求解決 我們不否定世間的成就 所以這個是理趣的 理趣的事情 其實欲觸愛問 就是四個根本文老呢 其實我們是四字來的 我們用大菩提心去加下去的時候呢 用大悅 用大菩提心加下去的 加下去足的時候 大足 接觸所有的眾生平等聖誌 用大菩提心加下去 這個愛的時候呢 大愛 這個妙觀察誌 用菩提心加下去 成左左誌 加下去這個慢的時候呢 變成了成佛道眾生 所以呢 要用大菩提心 加下去 各種東西都是以道眾生為主 那你這個欲觸愛妄呢 你都不用怕了 那如果不是呢 你各種東西都要放下 各種東西都要不要執著 學法不是要不要執著的嗎 那你執著 要執著這個執著那樣 執著呢 不是一定不好的 但是不要太執 盡人士翁天明 就行就行 不行就算數 總之盡了你的 你也沒有那麼快可以 至少三年 至少三年 也都要做到一定的程度 那等佛菩薩呢 你有信心的時候呢 你就會給你的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理趣 所以呢 沒有理趣呢 就學不到墨宗的 沒有理趣呢 就去禪宗 沒有理趣呢 就變成了禪宗 不求世間的東西 就是日中一食樹 一宿三衣一骨 拿個葡廳出來坐 坐冷幾個葡廳 都不值幾分錢 但是墨宗 又要發氣啦 又要成啦 又要做共養啦 共當共養 天共大福報 你還共他 這個呢 這個跟我們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有共天 又有放紅生 又有施石 又有做護摩 又有什麼 共當你福報大那頭 你往生不到淨土 誰說要往生淨土 你也要往生淨土 你是榮客 我是教生員 教生員一定要往生淨土 當然最好 佛菩薩叫你去 那法務察說 你做教生員的 你自己走了 你不行 你不可以走老的 你害怕 我不害怕 所以我們做足功德 就不害怕的啦 所以呢 所以我們都是求生淨土 但是我們的求生淨土 可去可不去 這是佛菩薩的意思 這樣就好些 是否不會說 一會兒等下 佛都不來的 他們就出了定 他們怎麼去呢 他們在這裏等 在這裏等公內 公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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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不來的 所以 所以呢 所以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了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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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理會呢 是我們必要的 那我們這次呢 就要互生了 就是要互生加行 要互生加行 我們有了理會 有了理會 有了理會 這個法心之後呢 我們就要做互生加行 互生加行 那這個呢 第一 我們就 佛前 花一善 即是一拜一集花 然後禮拜二十一次 禮拜呢 可以用這個禮佛僧形 那這個呢 可以用這個的 那這個呢 一拜一路用這個 那取念之 就甘呂易打 那用手奴 這個日本呢 是用樹枝的 用樹枝做手奴 那我們有手奴 當然是用手奴 因為為什麼要用樹枝做手奴呢 因為它一個專修學院 有幾十人的 幾十個手奴 日本的手奴很貴的嘛 那幾十人當然是用樹枝 幾十枝樹枝 那變成了手奴 這個呢 所以我們來到的時候呢 我們用手奴 用手奴 不用說樹枝 少樹枝 那不是的 那這個呢 跟著念李翠經 李翠經 因為我們做了李翠嘉行 跟著念李翠經 跟著呢 念尊聖陀羅尼 尊聖陀羅尼 尊聖陀羅尼呢 這個尊聖陀羅尼的作用呢 我們有尊聖陀羅尼 尊聖陀羅尼的作用呢 第一 它是安撫天人的 因為尊聖陀羅尼呢 它是安撫天人的 那麼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中國呢 就說 這個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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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蜜尊者 從東來 卻來 從 這個西蜜尊者 從東來 卻被蒙殊引化開 東土若無尊聖咒 孤雲能以出尘埃 他說超道的 那麼 其實呢 這個 佛陀波利 說這個專者就是佛陀波利 我們這個佛陀波利的協利 那麼佛陀波利呢 就拿個專聖咒來 那是蒙殊菩薩呢 就引他 引他呢 傳來傳來東土 這個東土若無專聖咒 孤雲能以出尘埃 所以呢 放驗口呢 都念專聖咒的 所以專聖咒呢 變成了呢 就好像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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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超道 其實專聖咒呢 並不是超道的 專聖咒呢 是長壽咒來的 所以呢 這個專聖佛武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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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長壽咒來的 這個是天 這個是天 你看看那些註解日詩 授命 殊聖言教 天光明 境界加持 念什麼想加持什麼加持 其實呢 所以我們呢 做這個 供天而軌 供這個 供這個 十二天神供 我們就要念專聖咒 就是逢燈天那些東西呢 要念專聖咒 專聖是什麼呢 專聖佛頂 百大佛頂 有八個佛頂 百大佛頂 一個金門佛頂 那接著呢 有專聖佛頂 專聖佛頂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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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聖光佛頂 這個 這個專聖佛頂 這個 這個 大佛山佛頂 靈嚴舟就是大佛山佛頂 就是佛頂上出現的 出現的光 有化佛出現的 這個叫佛頂 佛頂呢 有八大佛頂 有八個佛頂 八個佛頂 八個佛頂 媽媽叫生命大 波丹恩 阿庫 這個是總咒來的 這個 這個 金門佛頂 就是 金門佛頂 所以 專聖佛頂 是其中一個佛頂 這個佛頂 是代表長壽的 專聖佛頂 可不可以超渡 當然可以超渡 但是 這個作用不在超渡那裏 作用在長壽那裏 就是這個佛頂上 佛的光明 可以用來超渡 沒有說不可以的 因為這些是加持的 但是那個加持啊 吉祥啊 成就啊 各所各啊 這些譯出來的東西 清淨啊 這些全部呢 都是什麼的 所以專聖佛頂呢 因為三個陀羅尼 一個專聖佛頂 還有一個大阿彌陀咒 那就是專聖佛頂 這個是三個大主要的陀羅尼 那這個專聖佛頂 那這裏專聖佛頂呢 那我們就後面那裏 那裏有了 那你可以讀日文的 亦都可以讀這個廣東話的 這個廣東話的 那廣東話那裏呢 媽媽隨事所求 就是媽媽的窟戶 隨事所求 那裏就可以求野了 就是這個佛頂裏面 求這個媽媽 那你講 這個呢 就可以在裏面講了 那這個呢 就是專聖佛頂 專聖秀 那懂得讀日文的 當然是讀日文的 所以呢 我們呢 用少少時間 去學日文呢 你以後就有用了 所以我們這個法本裏面呢 我們都有教你怎麼學日文 在日文那裏呢 騙假名呢 那個字緣 這個 騙假名呢 就是佳書 這個 這個 平假名呢 就是掃書 這個 平假名呢 就是草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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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書 那麼騙假名呢 就是佳書來的 佳書的字邊 你呢 你呢 經常默 就是記住它 你默出來呢 那默一下呢 你就懂念了 懂的時候呢 那你碰到所有的咒 你都能夠讀正的音了 就是這樣 除了這個東西呢 除了這個咒音之外呢 其餘是中文來的 就是這個 這個日本 所以不是難的 所以呢 我用了半個小時 我就懂了 懂了50音了 不是懂了日文 懂了日文 懂了 懂了50音 Aiyueo Kaki Kukkeko Sasi Su Se So Mami Mu Me Mo 如果你不記得 聽聽黃飛 Aiyueo Kaki Kukkeko Sasi Su Se So 他唱了 用來唱的 那你就懂了 日本也是這樣 所以呢 這個 讀了之後呢 那你用一些時間 去學懂這個日文呢 那你又無往而不利 那我可以讀日文 不用教師傅 師傅有時記得 有時不記得 那如果你是讀日文呢 就個個一樣了 那你說 咦 我們現在這麼多音 我們在北京 又有些做繁盟的 專門來的 啊這個呢 這個 為什麼要念日文呢 那我跟他講到 講到之後呢 他現在都開完了 我說我們叫做中遠流 那你讀範文音呢 你讀那些 讀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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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正的音 就不是變成了中遠流 中遠流 中遠流 當然是讀日文 那當然是中遠流 你說你是中遠流 那就讀日文 如果你不是中遠流 那就讀北京話 讀北京的範文 因為範文呢 他現在學的是天成體嘛 那北京有一些 教率行體的 那這個 慢慢改 你喜歡改 那究竟是 他是對 還是我們對 我們現在呢 我們呢 遠水不能夠更火 為什麼呢 我們要全轉他 做這個 正式的率行體文 率行體呢 那第一 我們不知道 唐朝的率行體 是不是這樣的音 現在的率行體呢 是找一些印度人來教的 印度人古文字嘛 那些 那些學者 研究那些古文字來教的嘛 那我怎麼知道 唐朝那些 那些音是怎樣的 那時候的率行體 和現在的率行體 究竟有沒有分別呢 那 那就很難說了 但是 就算 你是對 你的率行體 你讀下去呢 變成那些胡霸神 不懂得聽 因為他是聽慣這種東西的嘛 我們 我們修行的時候呢 我們修行的時候呢 就請胡霸神來啦 請四大明神啊 請那些 請胡霸神來啦 胡霸神是聽慣這些音的 那他就只有這些音了 你讀了第二個音出來 那不行 慢慢相應啦 所以 遠水不能夠更火 你改正的音呢 你可能不相應也不一定的 因為他聽不慣了嘛 聽不慣了 他們是不懂的啦 大家錯開就大家一起錯啦 那對開就大家一起對 那個別的音呢 你可以轉一下它 因為是成要州工場 那你走去轉它 所以呢 你懂得促讀的時候呢 就好啦 Vine ni data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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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浪費了一點時間去學日盟 學50音 其實日盟都不懂的 學了很久都不懂 年紀大了 很難學的 年輕我可能學到的 學到都沒用的 你學會講話有什麼用 阿里亞特有難 你聽到都害我 有難 阿里亞特就是你有難了 要做事當然了 麻煩你就是阿里亞特 即是你有難了 他說有難是對的 讀書就叫做勉強 不勉強是怎麼讀書呢 日本文字很幽默的 有難 阿里亞特就是有難 人家叫聲阿里亞特就是你有難 你真是你有難做事 不是有難 所以他知道很幽默 讀書叫做勉強 那究竟是他們搞錯啊 還是日本人搞錯啊 還是真的這樣呢 他們就不知道的 日本人可能真的搞錯了也不定 人家叫聲阿里亞特就是有難了 要做事 他就叫麻煩你這樣 說一聲麻煩你就是有難了 這樣搞的 所以這件事呢 日本文字 讓日本人去考證 讀書 讀書很辛苦啊 要勉強的 勉強就是讀書 他自己想的 可能日本人是錯了的 他自己想的 他是由這個 比如說他頭頭不知道是阿里亞特 阿里亞特 阿里亞特 即是叫阿里亞特 你就是有難的 就是有難了 中文叫做有難 中文叫做有難 讀書 讀書是勉強的 那讀書就叫做勉強了 他自己想的 他自己想的 我可能是自己想的 不知道他做什麼 不知道日本人 不知道做什麼 我們就不理他 所以這個學來都沒用 學會 他說都沒用 因為我們根本 就不會從日本那邊學到東西回來 我們那些東西從哪裡回來呢 我們是在舊書攤撿回來的 我們是在舊書攤撿回來的 我們不是從日本那裡學的 因為日本呢 日本那裡學呢 他教來教去 最多是教到四家行 他說四家行和普通的超導法 怎麼出食 超導法 他不會講到深的東西 因為他們根本就是沒有深的東西 他們根本就是沒有什麼深的東西 因為他都看不到中遠流 看不到中遠流性教 又看不到曾營宗全集 沒有日文 都沒有中文嘛 那四十二部全部中文的 他怎麼看呀 我們懂得看的 日本人不懂得看的嘛 但是這部是他們的書來的 這部是他們的全樂來的 他們世世代代代都是看這套東西 但現在他們不懂得看的 我們懂得看的 所以你跟中國人學就比跟日本人學好 有些古靈精怪的東西他有的 什麼 任神戴加持法 那些有的 這個什麼 一氣孟卷 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他有的修嚴道那些有很多的 這個臨兵對陣 皆列陣前的 這個臨兵鬥陣 皆列陣前的 這個十四避印 北童十四避印 我們都沒有的 這個這個這個 這些呢 這些他有的 但是呢 這些又不是公益 容易教人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做這個 胡心加行 李翠經 跟著大師寶浩 跟著是明臣 這是明臣 那明臣呢 這裡就有問題了 就是日本四大明臣 這個四大明臣呢 日本呢 有二十二個大明臣 那二十二個大明臣 我們怎知道呢 因為這個八字文書裡面呢 這個胡摩加行 胡摩的 胡摩 65種胡摩裡面的 八字文書呢 就出齊了二十二個大明臣 那全日本呢 有二十二個大明臣 有登生明臣啊 有這個大和明臣啊 那這個我們這個呢 叫春日四社大明臣 那跟著登生大明臣後面的 就是這個登生明臣 這個敗第六 這個是敗第七 這個叫春日四社大明臣 那這個呢 是宮東地區的 這個是這個生臣來的 就是高野生的生臣 和歌生的生臣 和歌生 那這個呢 因為這個文化大師 去找道場的時候呢 去到這個高野生 高野生呢 首先有兩隻狗 然後呢 遇到一個獵人 那他們兩隻狗呢 黑狗白狗 那帶他去那個地方 那看那個地方 看那個地方的時候呢 那這裡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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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生鹿呢 就有個春日四社大明臣 那我們去這個 去澳資遠 去這個金翁公子的時候呢 很少去他的明臣子 明臣典 這個金翁公子裡面當然有了 但是他外面三樓還有一個 就是三腰那裡 還有一個春日四社大明臣的神宮 在那裡的 這個是高野生的生臣 高野生的生臣 所以他就要收他了 因為呢 我們呢 修行的時候呢 一定要有祖師 有護法和本尊 這個藏物都是這樣 本尊 護法和祖師 因為有祖師有祖師的價錢嘛 所以我們祖師有空海大師 但是我們來到東土的時候呢 空海大師呢 我們又隔了一格了 我們為什麼不追回那個 衛果祖師呢 我們要行禪師 衛果祖師 這裡說什麼 三日一拜奧茲園 你不用去奧茲園的 你沒有坐飛機嗎 三日坐一次嗎 你來我們這裡可以拜的了 為什麼呢 我們要一行禪師 和這個北空三藏的卸來 那你來拜卸來就行了 你有心的話 你走來拜什麼就頂禮的 所以有很多東西 天天都頂禮的 天天都頂禮的 那這個一行禪師 就是這個大日經的 胎藏界的 胎藏界 這個北空三藏就是金剛界的 胎藏界金剛界的都有 連上智者大師啊 靠摩羅十啊 這個康增海啊 很多祖師我們都有 所以我們有65個祖師 近代的宏藏律師啊 陰光大師啊 這個太海大師啊 我們都有些社里 所以走來禮社就可以了 當然啦 不用一定要來的 心裡面去禮 這裡呢 你將來做到這個 這個其他的法門 三日一禮 這個奧茲園的 要在奧茲園頂禮的 所以日本的時候 看到一對人行一行一行 三、四十個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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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去 走去弘法大師的 奧茲園那裏 他有訓練了三次《心經》訓練頭 所以他就是這樣 這個大明神 所以這個大明神是金翁風子的 這個高野生的神神 高野生的神神 我想連東京都下不了 東京有東京的神 這個大榜有大榜的神 這個大和大明神 袁大明神 你這個春日四社大明神 那個範圍只是在高野生 你收高野生的法 當然要收起來 因為弘法大師只有他護持 我們當然要他護持 但是我們來到東土的時候 你只收這個大明神 他不知道能不能來 他不知道能不能來 我們這裡有這麼多黃大仙 車工那些 可以打的 我每個人都可以打的 你能不能進來 日本人 日本省 行不行 所以我們要找個介紹人了 所以我就找了很久了 我就想一下 來到東土的時候 當然要有大二個了 所以這個五光八師都想到 五光八師想一下 來到東土不能夠 只用這個春日四社大明神 如果你說 生意的職場沒有大明神 他沒有才能 他都不信高野生的 高野生離開了高野生 他直接不用大明神了 但是你來到這個東土的時候 所以他只是說大明神 他沒有哪個大明神 如果你在東京修 就是你在東京的大明神 如果你在這個京都修 他在京都有大明神 有牛騰牛頭牛頭大明神 有這個復健生的大明神 你各個地方都不同了 所以他只是大明神 大明神就是當地的神 所以每一個 比如說 現在我在北洞子 北洞子修的時候 修嚴度他都念大明神的 不過他大明神 有第二個大明神的意思 杜河大明神 那又是大明神來的 我們蒙偶哥就是杜河大明神 杜河大明神就是杜河神社 福建生杜河神社 那兩隻狐狸就是他門口 門口那兩隻狐狸 查吉利 這個福建生的大明神 所以我們在門口 我們一樣念大明神的 大明神 對著這個春日四社大明神 我們要念大明神 去到這個牛頭大明神 我們要念大明神 各著大明神是一個稱號來的 就是一個神的稱號 並不是專指某一尊大明神的 就是你不是說 只是一個叫大明神就是神 那你當地有當地的名神 所以我們來到中國的時候 五光八思想想想大明神 我們找一個大明神出來才行 想想以前學道教的太生虎君 用太生虎君 因為太生虎君在胎藏界裡面有 太生虎君就是閻羅王的叛工 太生虎君是中國東西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一行禪師加了中國東西進去 加了中國東西進去 加了北斗 加了這個二十八秀 二十八秀 九搖那些他加進去 所以太生虎君他都加進去 太生虎君是太生的 太生地方的閻羅王 所以他加了太生虎君進去 那道教又是派太生虎君 那他以前五光八思修道教的時候 就加了太生虎君進去 但是太生虎君進去是不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閻羅王 閻羅王的太生虎君 太生虎君 秦廣王 秦楚王 漢光王 那些全都是閻羅王 十地閻羅來的 那些是閻羅來的 閻羅呢 他只是管陰間而已 他管不管到人間啊 他不是想不上來 那你找誰保護啊 所以呢 不妥 而且他加了太生虎君進去的時候呢 人家就知道他是道教的 結果呢 庚廟都被聖輝搶下去了 這個佛教會說他是邪教的 那變成了找一個閻教的聖輝法師 去接了他的廟 那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業權啊 不知道是台灣 不知怎麽搞啊 所以之後找個聖輝法師來做他的註辭 那以後呢 不准他全四家行 就是現在沒有四家行 我說大光明王子 這個五光法師 創建的 但是呢 現在沒有啊 現在不准做四家行 就是可以唸省咒 唸準題咒 唸什麽都可以 但是唸四家行就沒有了 所以現在呢 台灣呢 是做不做四家行就沒有人做四家行 那這個容永要12年 你聽我12年唯息 我就教你四家行 那這個功成呢 成功了 成功法師在台北的戴皮老子 他就說出家人才做得四家行 在家人不做得 那些夏威夷呢 他都不能做我 你不用啊 你只念寶中就行了 你只做四家行 是吧 那所以呢 四家行很煩的 所以到處都學不到四家行 那香港是有的 香港還有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很多四家行 所以那些人就湧來香港 那 但是 如果你找泰山虎君 你不行 人家是誤會的嘛 你不可以整個援和王出來的 出來做護法 那所以呢 我們找到很久了 究竟找軍帝好啊 還是找車工好啊 黃大仙 好呢 香港應該是黃大仙的嘛 車工黃大仙是本地神的嘛 找他來做護法都不錯啊 不過等也都沒有報夢的 都不是來護詞的法啊 你說 等下他誰 誰想來護我們東脈的 現在後來就去深圳的時候 看到一個護法 護法呢 他四歲坐床 今年是72歲 前兩年是72歲 今年可能是74歲 那他就說 我們這個藏墨 藏墨傳進來中國的時候 這個張家護法呢 就在宮廷那裡做雍正的國師 那他就收藏墨的護法 但是一個都沒有到 但是看到個鬍鬚長長的 臉紅紅的 那來 其他那些一個都不到 那他就問雍正啦 那這個究竟是什麼來的 為什麼我看到個鬍鬚長長的臉紅紅的呢 這個雍正就說 這個是騎男神嘛 我們的軍帝啊 我們中國的戰神 我們中國的騎男神 那所以呢 張家護法就做了個法本 好 現在我們的軍帝共了 現在做了個法本 還有一條咒先 那下了一條咒 那以後呢 下令所有的 在東土轉世的白大夫和黑童 每個都要收軍帝共 所以那個法本呢 就是軍帝的陰共 英共 那我們呢 收這個軍帝 所謂軍帝呢 你有了軍帝之後呢 這個護法就齊了 所謂護法 第一 軍帝是護持佛法的 那麼這個軍帝呢 是中國的 連西藏佛法都護持了 何況是中國 所以更加更加好了 不要說我們這個唐蜜是唐朝的啦 是吧 你這個連西藏人都護持了 就是護佛法嘛 他是騎男 騎男呢 是我們的夜護法委堂呢 就是日護法 這個騎男呢 就是夜護法專門管所有鬼神的 他有十八騎男 我們講這個騎男的陣的時候呢 他有十八個騎男 都是這個武翁王 就是這個軍帝管的 所以軍帝呢 是管了所有的東西的 黑白兩道都軍帝都 警察官又拜軍帝 這個賊老又拜軍帝 不過警察官的軍帝是穿紅鞋的 穿紅色的鞋 他有分的 所以呢 如果你說那些古華仔穿紅鞋 就是做二五仔 跟警察官有警棍 所以穿紅鞋 穿紅色的鞋 所以你買軍帝的時候 只有它是紅鞋還是黑鞋 現在它多數都是綠色的鞋 所以呢 穿綠鞋就是普通人拜的 這個警察官就是拜紅鞋的 就是穿紅鞋 穿紅鞋就是軍帝 所以呢 這個軍帝呢 它是護了所有的佛法 所以這個軍帝 我們平時有騎男神 我們有拜開的 又有騎男丹 又有騎男神 所以呢 收這個軍帝 這個軍帝呢 不可以跟大明神一起收的 就是不用在這裡收的 你另外一個收軍帝就可以了 所以你知道這個大明神呢 這個大明神呢 其實你不加工帝呢 都差不多了 其實它是本地的神來的 每一個地方都有大明神的 就是你去到哪裏的大明神呢 並不只是指這個春日四社大明神 這個當然是澳之縣的 一個中遠流的大明神 所以呢 我們仍然是這個中遠流的大明神 加上軍帝下去 你可以一起唸的 不過你可以分開唸的 你用它完整的法本收完之後 你自己再收軍帝 軍帝呢 軍帝很少時間而已 因為軍帝呢 收15分鐘就收完了 即是15分鐘就連打坐 所以說25個呢 25下嘛 25次 那你不可以唸多的 它會說法本是25次就25次 那你可以打坐默念的嘛 打坐就可以打坐久一點了 但是你不可以說 哎呀 我唸108次呢 其實不行的 法本規定多少就多少嘛 你沒有關鍵 你說哎呀 唸多一點 唸多一點未必可以的 它說25個是25個 為什麼會25個呢 因為我想這條咒應該是蓮花生大使25弟子 所以是胡佛亞 25個胡佛亞 應該這個 我們也不知道它撞髮說什麼 那條咒不知道撞髮說什麼 不過它不斷唸 我想是25弟子 所以直出25條 25次 我們就不要唸多了 這個尊重張家護佛 我們要唸他的東西 照他的法本做 所以這個呢 唸李翠經 跟著唸大明神 這個就是 首先佛前花一善 禮拜日一次 跟著金兒丁 跟著念李翠經一次 尊聖陀羅尼也七次 大師寶號就一千篇 取念珠香女就一丁 跟著就花一善 這個這個花一善 跟著念李翠經一篇 名神保號就一千篇 那麼大明神 南無大喵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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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名神 取念珠香女一打 落座 後夜 日中 如初夜 這個是初夜的 個個三藤都是這樣 如果你是一天做三藤的 三次都是這樣 如果你是分開來做的 一天做完後夜 一天做完初夜 跟著做後夜 一天當日中 三次 所以沒有辦法了 做完一個到一個 就是這樣 那你說 有沒有效的? 不要說有沒有效的 就算做足也未必有效的 所以沒有說好不好 沒有說好不好 等於做了就算了 知道有沒有效是講勤力的 講你做得好不好 講你勤不勤力的 因為這個只不過是前行來的 正式的家行是你做完四次 做完四次加行之後的修行 做完四次加行你勤力一點 勤保住 就是你始終都叫做有做 叫做做過 這個是愚法 那如果你完全連四次加行都沒有做的 那就變了就能相應一點 那今天呢 我們就講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問題呢 我們可以提出來問一下